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们 你们我是来自山东的房地带经纪 爆爆胡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 向您问好 今天是2023年6月13号 星期二 奴隶4月26日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CRBC预测降息时机 约克区民宅抢击 以陶比克少年抢车 加坡山火影响防务建设 全国公共福州 大温油价上涨 米萨加幻觉博物馆 大咖车 撞破后来 下面向您汇报一下 今天的具体点 CRBC预测降息时机 根据加拿大CRBC银行的预测报告 控制政府支出 可能有助于减轻洋行 抑制通货膨胀的压力 并帮助减少负债的加拿大人的痛苦 洋行在上周再次加起 25个几点后 经济预测时 立即重新评估 对通胀和利率的预测 CRBC银行也开始关注 财政政策制定者的角色 CRBC经济学家 在周一发布的报告中一次 保持较高的水平 尽管银行 实际通胀任务的主要工具 是通过使用其 积累利率 来设置借贷成本 但政府仍然可以 给予其支出和政策目标 来减缓或价 从而对这个过程产生影响 联邦财政部长 在介绍 最有早今年的预算是指出 在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降温 但通胀仍高 和经济不确定时 它将实行财务责任 上周在沃沙河 获得议会通过的预算方案 作为联邦保守党的简历批评 认为总体支出报告 纽约克奇名载枪击 纽约克奇奥罗拉 以后名载发生枪击 造成一丝一伤 12点17分 纽约克奇警察 接报赶到位于 威登城和莱瑟丽西北部的 斯大多一所住在内 警方赶到现场时 发现是一对 中年男女身受枪伤 男伤者当场被宣布不住 女伤者则被送往医院 情况未定 案件详细 在内调查中 兵方呼吁执行者 迪恩洛特 以陶贝谷少年 抢车 以陶贝谷 一名14岁少年 企图抢车 竟试图用气枪 战杀司机后 贝谷警方表示 还没接报 到以陶贝谷 Kipelin Avenue后 罗里特地区 当一名工程车辆的司机 正将顾客送到目的地 客人下车后 一名南海入车厢内 用枪指向司机 索要车要车 其后 更向司机 头部开枪 司机 尝试逃离现场时 但南海 仍穷对不舍 司机倒地后 二号南海 仍向司机 铺上座枪 司机逃离现场 受伤司机 被送往医院 伤势情况后 不明 嫌犯 其后被拘留 搜出 射射器枪 及其他 事案外证物 正面来自军队市的 14岁少年 面临多项风队 包括严重袭击 使用攻击性武器 其不对手保释率 加过山火 影响房屋建设 加拿大有史以来 最严重的春季山火 迫使林业关闭的居木 在房屋建设 因成为上升 和劳动力市场 紧张而放缓之际 近日被高楼木材压 并视产量 下降数月 据报道 加拿大拥有世界 第三大森林面积 第二大软木材生产果 即成为一种 关键材料的作用雇用果 据行业组织 加拿大林天平协会称 今年 前所未遇的大火 已经吞噬了 至少四百万公顷的升龄 加拿大升龄总面积的1% 大火车能阿城 卑士城口亏胜4亿 这些省份都有活跃的人业产业 大火和博士 不欠人车里家园 远之多伦多 纽约 华山泽城市 都被烟雾龙掌 协会执行官表示 卑士城和阿城的火载 或是居木场成功 最严重的住在点 现在已经转移到惠北克 对木材行业的意外不坏 可能进一步减缓情况建设 加速加拿大严重的住房战区 经营通胀调整后 三月份住在建设 投资降至2020年6月以来 最低水平 税林火载在一定程度上 是一种自然性化 可以清除垃圾 并创造新的生长 但从穿越看大火 也减少木材供应 加拿大自然资源部发言人数 政府将继续保护自然处境 但零业事件 也可以支持火载恢复能力 全国公共服务中 6月11日 支持7日 是全国公共服务中 杜鲁多总理 就此发布卢夏宣明 今天我与加拿大在一起 庆祝全国公共服务中的第一天 这个公共服务中 表彰加拿大各地30多万 公共服务人员的新起工作 贡献和敬业 日复一日 特别为改善加拿大的生活 而努力工作 加拿大的公共服务 推进我们的国家 不断签行 提供所有加拿大人 所来以生存的必要服务 帮助应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果 再到应对新出现的国际危机 再到支持 多效关键预测的落实 如每天10元的托儿服务 和我们熊熊勃勃的起步计划 在南大世界一流的公共服务 在持续完成我们国家 不断变化的需求 通过联邦公共服务中 种族主义 领导公平和包容的行动呼吁 我们要支持原住 黑人和少数族裔员工的职业发展 在2023年预算中 我们投入资金 用以继续建设 包容和公平的公共服务 包括为黑人公务员 设立心理健康基金 和建立专门的职业发展的计划 要解决工作场所的驻刀障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协设公益 我们可以共同营造一个 反向加拿大多样文化的公务服务 并继续提供加拿大人 每天依赖的 对联邦公务服务部门的科学家 协论助理 分析师 以及各岗位的税务人 我感谢你们每一个人 为全国科技的 加拿大人民服务的风险精神 对于你们的风险 加拿大 用于我们今天所熟悉和热爱的国家 大温油价上涨 大温地区 周一加油站的价格高至每升2.05元 提醒加油前 最好先查看一下市场价格 石油市场 分析师表示 预计市场会出现更多活动 主要驱动因素 是美联储是否 提拨其关键利率 上星期 几个省份的汽油价格大幅上涨 主要是因为数据显示 最近几个星期 汽油需求强劲 给加拿大各地的 平均汽油价格 带来了广泛的生成压力 随着美国洋行百姓期召开 会以可能再次调整利率 可能会影响天然气价格平静的上 而上周大幅上涨的地区 可能会出现一些温和的变化 可能会有所缓解 密西萨加幻觉博物馆 密西萨加紫外外 购物中心西面的幻觉博物馆 马亚美典里面开场 让你沉溺在光学幻觉 令人费解的场景 和令人困惑的密西中 该博物馆以6月10日开放 有70多件展品购物拟探索 包括灯光秀 镜面空间和点倒的空间 让你觉得自己在挑战物理学 有一个人甚至允许你改变你的身高 无论你是想高通到天后板 还是所回到幼儿园大小 网坚里的感觉都趋于你 大卡车撞破后来 周一早上7点半 一辆卡车冲破高速公路中间后来 导致嘎年载高速公路双向交通手组 交通一片后来 事故发生在帕克兰附近 一辆7型的拖高卡车失控 撞向中间隔离带 卡车前段占据部分东西车 后段阻碍了7型车道 为了清理现场 多个数行车道未度塞 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的报道 汇率和天气预报 6月13日的汇率是100加元 大概对款535.5元人民币 明天6月14号的天气预报 沃泰华13度到22度 雨转多云 多伦多 14度到18度 小雨 温哥华 11度到19度 早云 魁贝克 14度到23度 中雨 卡尔加里 8度到14度 中雨 以上就是这次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衷心希望您能订阅此频道 再见